记者苏芳和台北报道,民进党中常会今天邀请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正中报告新南向旗舰计划与潜力领域。 民进党发言人王敏昌转述,总统兼任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说,希望行政院把新南向政策转换成可懂的、可参与讨论的呈现方式。 王敏昌会后转述邓正中的新南向报告,包括五大旗舰计划,三大潜力领域,五大旗舰计划包括区域农业发展,协助新南向国家农业技术,不是雇佣农民,而是协助各国去改善农业经营,促进我国技术和设备外销,各国都很欢迎。 医疗卫生合作和产业链发展,台湾医疗卫生发达,希望能够与新南向国家共同建立亚洲区域联合防治网络,产业人才发展,培养彼此即职,产业人才,让就学人数逐年成长20%,新南向论坛与青年交流平台,办国际研讨活动,产业创新合作,营造亚太产业供应链,推动亚洲, 细股,发展智慧机械,推动绿能科技。 三大潜力领域则包括跨境电商,发展观光,促进公共工程,争取相当金额的海外公共工程商及邓正中特别说,为了争取新南向公共工程标案,新政院今年特别编列预算,补贴承办银行在融资的利息差额。 据转述,蔡英文指出,新南向政策可不可以成功,在于整体,民间是否有一起做,而真正的经验,机会是在民间,所以沟通跟说明非常重要,不仅是大型企业,中小型的企业,一般民间各式各样的组织,都要寻求一个更全面的沟通跟对话。 蔡英文说,政府机关之间的沟通协调很重要,很多的问题都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在新政策的驱使下,会有很多不同面向的问题,会发现既有体制是不足以致应,希望行政院对这些能够快速调整及反应,让这个政策可以更清楚地让人民感受到是一个有效的政策。 蔡英文说,一定要跟民间有强力的结合,此外也要能够快速地反应,让政府机制跟人员的心态能够做快速地调整,这是新南向政策最重要的成败所在,鼓励立委们能够帮忙沟通,有问题能够随时反应。 谈到新南向政策,在场中成委都热烈举手发言,民进党中成委,阳性银行前董事长陈胜宏说,目前国内厂商投资国内,国外台商投资国外都有信保基金可申请,不过台商若投资国外就没有,希望可以修改这部分的法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